不壞物於盜壘,不壞物於投手牽制 這兩個區塊是要經常發生性的 那它的發生性它有它的緣故,它的典故在 那很多東西你必須要依照裁判有一個基本的一個 架構和原則去做一個判決 第一個你要取得好的角度 第二你要有好的宣告的時機 第三要臨場反應等等 要特別注意 那二壘,盜壘一般來講 會由雷跟雷的銀塘線 一部左右 然後再往裡面兩步移動 這個是最基礎的一個位置 當主手要傳球的時候 小麥芸 雷芸要傳球的時候 小麥芸去送雷的投票 往雷線的中間線做延伸 當球中間有機會的時候 迅速做 按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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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這個球 進入了捕手手道 啊 捕手手道的時候 一定要完全禁止 完全禁止去看它 整個狀況發生完之後再做判決 OK 如果你們會來體驗 那 有了二壘區塊的角度 一樣一右 尤其七 好 那個區塊的角度 一樣 讓去七步左右 基本的 要往裡面走兩步 兩步 剛剛的基本概念 從這邊延伸 一樣的道理 那我先走 完了之後 當 當服務手 盤球的時候 啟動你的左腳 往 北方的運動線 去做移動 當球通過你的耳技的時候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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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通過你的耳技的時候 再做 轉身 不然 你沒有看到球 是一個非常非常危險的動作 而且會感到難 看著球 面著球 跟著球轉 一定要特別特別這個進步 如果在體驗的時候 要去注意 當球通過你的耳技的時候 進去做 轉頭 環的時候 做 行動做做 做動作 將你的目方放在球跟 手套 球 跑臉圓的腳的位置上面 看完的play 再做宣告 提早 OK 等我 大家來體驗 這個做完之後 我們再做 牽絲的動作 OK 等我這邊一組 這邊一組 你們因為 稍微不注意 球就會打到你的頭 這邊再跟大家做提醒 確定球 通過你的耳技的時候 再做轉身 在場上永遠保持 看著球 面對的球 跟著球轉 要特別特別記得 牽絲的時候 因為距離 牽絲的位置 通常會在 草皮的交界處 會在 壘包的這個 這個面 幾乎百分之八十五左右 會在這個面 左右 麻煩你問你在 這個圓堂線面 當 投手做牽絲的時候 因為上訴兩項關係 這個時候 你的腳步移位 會更短 要移動 左腳 剛才剛才會舉進到 我去旁邊 穿上 左腳 確定 從頭 進來以後 出動 手通過你的面前以後 迅速 就 settle 確定這個play 演完了再做宣告 Hemmy 慢一點 Hemmy 慢一點 OK 接下來是 游止球 這樣 我們的交界處 這個區塊裡面 通常來講 每個人的習慣不一樣 可以讓你自己的習慣做起 讓得到你 來 頭打牽絲的時候 是這個 完美之後 球 通過哪裡 耳技 對 通過哪裡 耳技 對 在做 確定的 完美之後做運動 好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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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可以我們來體驗 OK 來 OK